大家好,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今天分享一个小零食和它酥的做法 最简单的做法,酥香可口 如果您也喜欢,赶快动手试做吧 盆中打入两颗鸡蛋 加入50克白糖 50克食用油 两颗的小苏打 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放入普通面粉300克 搅成面絮状 形成这样的面絮状 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油酥面团 放入保鲜袋内,让它更好地醒着 醒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 接下来再和一个水面团 盆中打入一颗鸡蛋 加入10克的食用油 60克清水 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倒入150克的普通面粉 继续搅成面絮状 搅成没有干粉的絮状 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中度偏软的水面团 盖上盖子,醒上20分钟 按摩上撒一些干粉 取出形成好的水面团 从中间分成两半 整理一下 直接擀成长方形的大片 擀成这样薄一点的大面片 用擀面杖拖起来 放在一边备用 再取出另一块面团 压扁 同样擀成大薄片 两块面团尽量擀得薄厚 大小一致 第二块面团也擀好了 同样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拿出 擀成好的油酥面团 擀成厚片 大小同上边两个面片的大小一样 擀成这样稍微厚一点的片状 用擀面杖卷起来 放在一边 擀面片取过来 平铺在案板上 放上我们刚刚擀成好的油酥面片 最后放上另一片擀面片 擀得稍微薄一些 让三片面片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擀完以后 我们用刀子切去边缘处多余的部分 形成一个规整的大面片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大约二厘米的小宽条 然后我们给它横过来 切成建方的小块 把每一条都切好 拿过一个切好的小方块 对角处沾一点水 让它更好地粘合 折叠过来捏一下 反过来 另外一个角抹一点水 再给它捏合 两面一定要捏紧捏盐 一个核桃酥的生坯就制作完成了 生坯就制作完成了 锅中倒油 油温达到4成热 下入做好的生坯 下锅之后用铲子推动一下 防止糊锅底 注意全程是中小火慢炸 千万不要大火炸 防止表皮糊掉 内里熟不透 炸制的过程中 我们用铲子不断地推动它 防止核桃酥上色不够均匀 炸制的过程中 我们始终保持中火慢炸 不停地翻动 看一下 大约5-6分钟的时间 核桃酥的表面已经变成这样的金黄色 即可控油捞出 好吃又好看的核桃酥 就全部出锅了 家人们看着有没有食欲 孩子们一口一个 酥香又可口 看一下 特别的酥脆 真的是咬上一口 满嘴流香 喜欢的家人们 赶快动手试做吧 我是海娟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